喂 陸元璔 妳當時被小三介入 而離婚這件事情 那就上上段嘛 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在回憶我的人生 對 當時因為 當時因為 寶玲老師的一通電話 讓妳覺得釋懷了 寶玲在我們很小的時候 我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都有聯絡 她現在住日本嘛 可是我們都有臉書 那她一直都有關心我 可是我都不太想去聊 我自己心裡面的事情 從我上上一段 我都不太喜歡去跟人家 深入地聊 我都自己想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最近為什麼 負能量這麼大 因為她有我的私人臉書 她就說我怎麼覺得 妳最近負能量很大 那我那時候是真的 需要一個窗口 我就講給她聽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夏琪 我們來想一件事情 妳是不是在妳人生的經歷裡面 妳特別討厭哪幾種人 哪樣的人 然後我就說 破壞人家家庭的 小三 劈腿的 這種人我看不在眼裡 我很討厭他們 我真的覺得他們不配做人這樣 她說妳看 妳就是這麼討厭 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妳回頭看 妳現在遇到的這個故事的版本 像不像在別人身上 然後現在套到妳身上了 類似 然後我就騎雞皮疙瘩 我說可是我沒有跟她在一起了 她說對 可是這個故事已經 是不只一次的來試探妳 她說宇宙並沒有讓妳 真的變成那樣子的角色 可是她一直在試探妳 妳可不可以用同理心去想 每一個人她可能不是故意 願意就讓自己走成那樣 對 但是小三也不是 故意去當小三 很多小三也是 有很多也是被騙的 也 或者是被騙 一年到了那邊 也真的沒有辦法 一個八檔派不想 對 她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寶玲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真的是雞皮疙瘩 然後我就說 我還有想到另外一面的故事 我也覺得我自己有嚇到 就是 我一直覺得我是受害者 可是我並沒有同情我自己 那我也有告訴我自己 我要很勇敢 很努力 在上上一段之後 可是我一直吸引到來的是什麼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我一直在感情關係裡面 一直反覆地變成受害者 我都沒有去祝福我自己 我一直散發那個能量是 我現在好開心... 感情是這樣 可是感情本來就是 兩個人在走的嘛 每一天的對話 每一天的事情都會影響 隔一天它會變成什麼劇情 可是我可能在很開心的時候 我會得失心變很重 我會患得患失 我會很害怕 那個角色又要跑到我身上了 所以可能就會這樣子 一直影響下去 那我在寶玲的對話裡面 我就學到了 我一定要祝福我自己 我的人生才可以重新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麼人 觀眾可能會聽不懂 這桌內的邏輯 老師 這個其實 簡單解釋就是說 我們內在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故事 會就是讓我們 所散發出來的磁場 會不斷地吸引我們 重新面對這個生命的課題 沒錯 那只有我自己想清楚了 有智慧了 我調整我的磁場之後 想法 念頭 想法之後 她的磁場改變了 吸引力就不同了 對 是不是這樣 對 謝謝翻譯 好吧 所以那妳現在改變成什麼 什麼磁場了 就從上個月生日 十月底生日過後 我一直在告訴我自己 而且我一天比一天更肯定 因為我十一月 去韓國做連線的時候 我已經把業績 翻過來很多了 真的 我一個連線已經做超過 前幾個月一個月的業績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你可以嗎 你在幹什麼 就是你本來就那麼棒 第一個 我們不是很漂亮的大美女 可是我們至少長得好看 我們心裡善良 我們有肩膀 孩子我一個人雇 有 有 那業績不好 我也是在自己已經 跌成這樣 摔得這樣滿身傷了 我還是站起來 讓自己去扛這個業績 沒有人會幫你 所以我做到了以後 我真的在韓國要上飛機前 我一直在想說 我做得到 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值得什麼 我值得真的一個 真的可以很疼我的男人 如果真的有這個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可以把我自己 照顧得很好 因為我有一對 很可愛的兒女 是 對 對 好棒 好棒 祝福你 謝謝 來我們來請教一下 舒衡老師 哪些只為命格的人 容易為情所傷 我們沒有說小意 為情所傷 其實那這個也就是 老天爺重複給你 同一張考試卷 就像剛剛讀林哥說的 如果你一直同時 在感情裡跌倒 同時你會覺得 老天爺一直在考驗你的感情 直到有一天 你終於脱胎換骨了 你終於從這個考試裡畢業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老天爺才會停止對你的試練 他覺得OK 過關了 好 那我知道你長大了 所以希望每一個 等一下對到的人呢 你們都要學會叫長大 好不好 好 那這邊呢我們來看到的是 紫薇斗樹的命功的部分 命功代表就是 我這個命主 我的所思所想 我腦袋裡想什麼 遇到了什麼事情 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做應對 這個是命功會展現出來的態度 所以對於感情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面對感情 你的命功做什麼心 你會用什麼態度來應對它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小義這邊的命功是天童 那這個元祺的話 有點是他沒有主心 所以我們會用天積太陰來論一下 那我們就看一下 他們有沒有中獎 或是觀眾朋友 拿出你的紫薇斗樹命盤 看看你的命功有沒有中到 這個為情所傷的命格 來看第三名的 天童天良 可以感情 中之可 中了 好 第一個就中了 好 那麼不管你是天童獨坐 或天良獨坐 或天童天良同時坐 那麼你都很容易為情所傷 為什麼 第一個天童 你會發現這個字 這個雖然是世界大同 那你就想要的是一個 和平的感受 你會覺得 我不想要傷害別人 所以我幹嘛 傷害我自己 還有一個重點 天童的同 是不是跟兒童的同同音 所以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段 可以讓我很放鬆 很開心的感情 在這段感情裡面 我希望自己是個孩子 所以你就是這麼的 讓自己變成一個孩子的時候 你同時也會認識 另外一個是孩子的人 對 他既然能夠讓你開心 他也會讓你難過 好 再來 天良做到的 就是一個照顧 如果你的命功 做到的是天良的話 你很願意付出 很願意照顧別人 甚至照顧他們一家大小 好 這個就是 感情用事的部分 那為什麼 這個天童天良 同時感情用事 正因為你的人那麼好 你就很容易被拗 所以吃虧上當 這一件事情 也很容易在你的身上發生 別人缺錢你借錢 別人缺人你給人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全心全意地付出 在這段感情裡面 所以當你發現 對方沒有像你想像 那麼愛他的時候 你的那種跌倒 或是那種被傷害的 那種心情 是別人的二十倍 三十倍 甚至更多 所以很容易為情所傷 就是因為 當你在談的這個戀愛 跟你想像中 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好難過 尤其是被背叛 那個真的是 太太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我們看 第二名的 第二名就是做巨門 好 刀子嘴豆腐心 我們要怎麼說 巨門它是一顆 很聰明的星星 它也是一顆研究的星 它是博學的星 還有它同時也是 也付出 因為它會觀察你 它會覺得 你需要什麼 我觀察很久了 我給你什麼 但是巨門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不安全感 非常的重 因為它比較幽暗一點 它的不安全感非常的重 於此當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 給它很好的安全感的時候 它對你的疑心病到這裡 它可能就是24小時 問說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還不回來 我煮了你最愛吃的 你為什麼還不出現 不是明明講好6點半嗎 現在6點25了 你在哪邊 你可能會給對方 很大的負擔 甚至有時候 你就會燉那個中藥雞湯給他 可是你拿給他的時候 就是會 明明我們是一個心意 拿給他說 天氣冷了 喝個雞湯吧 可是你可能拿出去的時候 會說再不喝 冷死你最好 完了就是兩碼子試了 然後就說 我不喝就要冷死 這也是滿討厭 很可怕的一個發言 所以巨門就會敗在這個 刀子嘴豆腐心上面 明明你是這麼認真的付出 可是對方感受到 都是你的要求 你的苛刻 於是他可能就跟你分道揚鑣 越走越遠 那你就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片江心 像明月 但明月照勾曲的感覺 好 再來命工做什麼呢 好 再來命工做到太陰 好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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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了 還會你中了 真的 好期待 什麼事 好 好期待會中什麼事 命工做到太陰的 其實太陰就像月亮一樣 月亮也就是在我們的 子惠豆腐裡面 它就像是一個媽媽 所以你就像媽媽一樣 很付出 很願意照顧人 甚至你的愛是很廣博的 只要對方跟你提出要求 你都會使命必達 你覺得既然你開口了 我就要幫忙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用力點頭 但是會 你是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對方都開口了 那我就這樣子幫他好了 但是呢 某個程度上面 雖然你可以看到 緣起這麼樣的漂亮 很好 可是其實他的內心缺乏自信 他有的時候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還不夠好 或有的時候覺得 我是不是還可以 再怎麼樣更好 或者是我是不是還不夠漂亮 外面的女生這麼好 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譬如說我要 一出門就要化的全裝 或者是我要穿得怎麼樣 我才能夠跟得上 這些年輕的妹妹 就是這樣子的 多仇善感跟多疑 有的時候讓你在感情裡面 你永遠都下不了狠手 就是明明應該要是你提出分手 可是你覺得提出來我是罪人 我好壞喔 我怎麼不要他 他明明這麼 可能他很需要我耶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 太英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壞習慣 就是我可能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不太好 但是他可能沒有那麼壞吧 是 我會逃避 對 他也比較容易這樣子逃避 對 他是遇到什麼困難 所以他也不得已 好 所以就是因為 這樣的多仇善感跟優柔寡斷 讓你在感情的世界裡面 真的比較容易受傷 遙遙領先第一名 而且最好玩的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月亮在天上初一 十五不一樣 所以你的想法也常常在變 對 對 所以希望你要拿出 那種比較正面跟積極的想法 不管是對待生活 對待工作 都能up up起來好不好 好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